30块钱一串的羊肉串和1块钱一串的羊肉串有什么区别 点回来了 左边的羊肉串一串30块钱 简单点了三串 用完红包还付了82块 右边这一大堆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除了点了5串羊肉串 还有3串牛板筋之外 还点了一个炒粉 以及一个鸭五键 全部加起来挂了28 可是还没有这里一串羊肉串贵 所以30块钱的羊肉串和1块钱的羊肉串有什么区别呢 打开 配了一大堆的生菜 大家吃过最贵的羊肉串是多少钱的 10块钱一串先开便宜的吧 果然是个头不太大 太贵的 我的天 不愧是30块的 大家来对比一下 这里5串加起来 可能都没有这里一串的肉串 老规矩先上秤 先放重的 3个肉串322 然后是便宜的 45 这个差距也太悬殊了吧 一串比它5串还重一倍 粉丝先吃 一块肉是真的大 咬一口没咬完 瘦肉的部分口感非常紧实 肥肉的部分羊上味其实挺重的 偏咸 这一口也太满足了 差不多就是一口下去10块钱 瘦肉部分没什么 但是肥肉部分也比一般的羊肉串要大很多 跟你吃那个羊油没什么区别 最好是再上瘦肉一起吃 吃这一串差不多感觉就像 平时吃那种正常的羊肉串 5串那么多了 下面试试一块的 这肉也太硬了吧 大家看这一块钱的肉质 嚼起来非常的杠还塞牙 口感非常像那种烤过头的鸡柳 一点都不像羊肉 但是中间这个肥肉的话 羊上味又很重 我的感觉就是鸡肉加上羊油 甚至你嚼久了 还有点发爽 就像肉是馊的一样 大家看这个肉 这样一丝一丝的 太像鸡肉了 就冲这个肉质 真的不敢多吃 做总结 贵的这边吧 除了羊上味比较重之外 都还好 完全就是正宗的羊肉串 放大5倍的版本 当然也不太建议大家点 主要是吃的太费劲了 便宜的这边就不用多说了 就像是鸡肉拼羊油 根本不能算正宗羊肉串吧 最终对决 贵的剩 当然剩的也不多 也就是两星棒 对比一星的水平